口罩夠用就好 因為要給需要用的人 那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之前這一波口罩紙卵 你知道亂到什麼程度嗎 包括很多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他們自己也缺口罩 尤其很多診所 有的診所說到目前為止 他們只剩下一盒 算一算量 只撐一個星期 如果接下來口罩 還是沒有銜接上的話 難得 診所就沒口罩了 停診 直接停診 沒口罩就要停診 對 停診因應 就只好這樣怎麼辦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實名制即將上路了 我不知道這種狀況 這種亂象會不會改善一些 宏醫師 事實上我是建議政府 實名是應該把它加上 健保卡裡面慢性病 有一些 重症 要做得更細緻一點 像查我們的用藥有沒有超過時間 基本上他抓得很準 你知道嗎 健保局抓我們 你來看病 30天我開給你藥 但你20天來開藥 下個月 電腦就要顯示出來了 不是 你如果開的話 他要罰我的錢 罰醫師錢 對 這種都抓得很準 所以你這個病人你如果 那是不是慢性病 等於對於他來說 電腦上面都可以呈現出來 可以 是 一定可以的 比如說剛剛議員跟有法講的 他就要去做化療 你本來要給他 他要一次要買100片 你都要給他 因為他有需要 像這種如果做得好的話 基本上是 事實上可以做的 而且中華民國的健保局一定可以做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的健保卡 太厲害了 什麼東西都會 都電腦化了 所有資料都顯示在上面 對 我一個月看幾個病人 事實上上面都有 但是他不能公布 所以你如果要去查我的薪水多少 大概都看得出來 我一個月 數據一定看得出來 大數據一定可以看出來 所以事實上這種口罩 我常常開玩笑說 連我每天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是副院長 老公 老公 你做副院長 你也把我拿著 我說你不能把我害 我會放在那邊 我是公家醫院醫生 我私底下給你 我會被人家抓幾關 對不對 公共會說好 但是我們連我們裡面的人 我們都 洪世奇一天兩片 因為我們衣護人員一天兩片 我簽名完我才拿 連你副院長都要登記 登記 院長都要登記 因為這個是我管的 每天都要給我報表 我才能管控說 我這到底有多少 我也要預防說 到時候outbreak 我們不夠 outbreak我不夠那怎麼辦 再來掉不對 所以我們要放鬆 我們一面裡面的量要 安全存量要最大 所以我們裡面的員工很可憐 他的老公或是他的小孩 也是在睡本裡面去搶 搶不到 所以有一些人就是 我們醫院外面有投幣室 因為我們規定 沒有戴口罩不能進來 都有投幣室 所以我們年齡有幾家醫院是 全台灣省最便宜的 我現在講一講 可能明天就這樣 一片5塊錢 早就5塊錢 所以我們醫院的口罩 常常賣不夠 為什麼 很多人去搶 事實上這是不對的 因為你幹嘛去搶 你需要才要 給別人 給需要的人 你要來的時候就買一個就好 結果一投 我看過那個一投 怎麼樣 20個 50個 這太過分了 是啊 就是這樣子造成恐慌 事實上恐慌 我們不治療恐慌 我們現在講的是 一個制度體來是要防疫 這防疫是對的 失明治是對的 可是民眾的這個觀念 跟民眾的一個心態上來說 他現在沒辦法改變的話 搶口罩的狀況 即使你失明治上路之後 還是有可能在進行當中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我還有一個病人 他把十幾年前SARS的時候 存下來口罩都拿出來 對 我跟你講 上次MERS的時候 我最後一個口罩 我也拿出來了 所以在那裡 十七年前的口罩 而且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很多人還如獲自保 怎麼翻出來 說藍廷廷廷 這能用嗎 我都不知道 不能用嗎 噴酒精 不管 它是那個物理的 那個密度可能會壞掉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 外面這一層要防風沫 它是物理性的 口罩是物理性的 所以後來SARS 後來SARS我們捐證的物資進醫院 我那時候是後半段指揮官 進醫院 我看太多了 N95什麼個式個P100 多到都不知道弄到哪裡 因為疫情已經下來了 對 疫情已經下來了 所以千萬不要去囤積口罩 為什麼 你一次投5塊錢可以買一個 他一次就投500塊 買100個 99個不能買 這是不對的 事實上如果環疫 如果做到 每個人都可以戴著口罩 事實上環疫是對的 我們把我們阻絕境外 我相信我們是做得很好 可以阻絕境外 所以接下來武漢的這一波 今天晚上要回來 這些都是沒有症狀的 事實上我有朋友 我有一個好朋友 我有一個結拜弟弟的好朋友 武漢他是進入醫院 他是得了武漢病毒 真的是進入 對 在武漢的醫院 像這種我就不贊成回來 他打電話說 哥哥 有法度叫你叫SOS 那錢不是問題 回來說你去問外服部 這個我沒有辦法去幫你 老子那裡治療 對 老子那裡治療 你不要再進入 進入又跟我們outbreak 那個就不對 所以基本上如果這一波的 武漢回來了 甚至下一波 幾波都沒關係 回來了 如果度過這個危險期 事實上台灣是不會outbreak 當然口罩是防疫的一環 不過現在這個實名制 即將要上路了 那麼剛剛有幾位來賓 像我們洪醫師也都講說 台灣健保是 等於是全民健保是台灣之光 所以是不是在這個 你用健保卡領口罩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細緻一點 我要問就是隆蓋先 就是說這個實名制上路 醫生也都是肯定的 但問題是 他是不是也會造成 還是會有人就是靠一些 旁門左道的方式囤貨 不是 我問你 因為今天這亂是誰亂來 政府你自己恐慌 這則出來的問題 人家說 天下不無事雍臨煮了錢 今天我們坦白說 這就是你抓一尾堂力 自己膝蓋在招 但開始打架 台灣靠靠靠 禁止出口 你是尖對性的攻略 讓人覺得 為什麼這個口罩現在要禁止出口 晚上有事 後來你沒看 我懶副總統洞宣林就出來說 幫助武漢就是幫助全世界 今天是怎麼世界很多風雨的專家 包括經濟專家在看後面六關是怎麼 他就是看說大陸在最近這兩禮拜來 所做的設施裡面 他所做的SOP就對了 所做的風雨動作已經進入一個規範了 所以說標示他們已經落... 坦白說你如果像我們台灣說 整個台南市把你封起來 整個台北市把你封起來 封聲 不能出 不能入 包括他們現在是這樣 所有的三市 南北鄉 東西鄉 全部都在紅頂 你自家用的車開出來就是一率 開五千紅頂就你超過中 他們現在都有兩位機 有大數據 所以只有警車 軍車可以出來 就是不要讓你流動 靈緣的流動 不要讓上去感染 那麼今天對我們打架 外邊說我們國內的素量很安全 大家放心 不用掛 現在再來有人說就要掛 再來開始說強勁的社區感染 所以要停靠 要延長 公法不易 就是一直三市 一直三邊 所以左心 民心鋒鋒 人民現在很快的消息就可以聽到 我聽到 我人在外面 我可能腳回家叫我母親去買 有時候四大人叫小孩去買 作為大家有一個誤級的心理 比較有這個亂出來 所以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其實你看他在關這個 說叫你買的時間 其實他另外一個概念就是在說 大家不用恐慌 你如果沒有 所以他不斷 這個記者會說 當時中一直在說 你如果是健康 你不免去唱 不免去唱 現在王醫師又跟你說 你如果一個 你家裡就尊重不足 你要看 你裡面可以打一張紙 譬如說面子 那才是打一個 吃口罩做秀 另外那樣的有賣 現在那樣的有賣 是我們現在這個沒有賣 所以用這樣可以延長你這個用法 所以可以變通 就大家變通 但最主要就是要消滅我們這個 恐慌的心理 這比較重要 今天你是政府你頭到尾就是 你四百包括對八戶 六戶到五戶 我不要跟你說我他們的公文 你敢知道他們把一頓一頓買 零點救出 差不多 高格式 所以那時候說八戶的時候 人家說 沒有 你才會賺那麼多 那個又減去 給他發錢 你才可以說政府在發股難財 事實就是說你賺最多人 因為這公開的信息 你一關局是 直接把衝衝落頂 就是零點救出 我們公文也差不多 但是我們在這個節目 我們也有說 我們不要去說就是這樣 政府對八戶說 怎麼還要六戶 他說這是德政 我讓大家 讓我們人民自己去感受 政府的責政 現在六戶來 今天下來又說五戶 再下來五戶 五戶 我們便宜早就賣五戶 你看便宜可以去撩子 我做公的就好了 不要說撩子 包括物流 他第一天就要說 沒有啦 因為過年 工人 所以薪水加倍 物流的身份加了 讓你怎麼加 高格式不可以變八戶 所以他不可以漏兩戶 漏兩戶 現在又漏一戶 不管介紹不是重點 是你要按人民的心 這時候 風壓已經全部全國 建立專業的SOP了 包括出來消毒 車要怎麼載 去到什麼地方要怎麼關折 空間多大 要放風的時候 你可以輪流多少 那些都固定了 現在是電腦外面 這麼健康的人在唱 所以這就是問題 對啊